我們知道說它的規範有第五條規定的重罪原證 那黃世民昨天的一個特徵組的一個回應 他就講說通訪法的意思是說 不能隨便洩漏以違法通訊監察所得之資料 他的前提是違法通訊監察所得之資料 他說本案呢 這個監聽票是經過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合法 所以是完全合法取得 這個部分完全是違法的說法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這個地方他的本案監聽也許形式上合法 因為他經過法官的一個申請 那也合遵了 但是他對於另案監聽的部分完全置之不提 那我們認為他在違法案權的這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監聽票就像剛才吳老師講的 他不是一票到底也不是吃到飽 你監聽票合法之後 你可能會聽到了很多他案的部分 那這個他案的部分 我們監聽通保法第五條的規定 他說這個重罪原則是三年以上尤其徒刑 或所列舉貪毒等等這些犯罪 為什麼立法者在這邊要做到一個權衡 也就是說國家對於人民的監聽 憲法第十二條規定秘密通訊自由 它就是一個侵權行為 其實國家在這邊做人民做監聽就是一個侵權行為 所以立法者在那邊做一個衡量 也就是說你要重罪的時候 國家才能勉強用這個侵權行為 去聽你在做什麼 那你在這邊衡量 如果說你讓他一票到底吃到飽 你聽了一個東西之後 你所有無限 包括說他可能在樓下打一隻狗 你用動保法去放送他 如果一個毒販他被監聽了 後來他被移送是因為他在樓下打一隻狗 那不覺得顯然是輕重失衡違反比例原則嗎 你國家用一個侵害他人隱私 侵害他人通訊自由的這樣一個方法 去辦一個親罪 所以黃世銘他一直在迴避的是說 有關於本案監聽 他有監聽票中的沒有意見 但是另案監聽的部分到底符不符合重罪原則 這部分他沒有在講 那如果照他的邏輯可以 照他的邏輯就是一票到底的邏輯 那其實第五條我覺得應該是徹底架空的 也就是說以後不用重罪 你只要有一個人他可能一個名目上面是個重罪 那他所有的一些行為都會被國家用各種方式 各種的名目那可能會被追究 那其實通保法幾乎就廢掉了 因為這個權衡的可能性就不在了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說 黃世銘這樣的一個講法 他其實還有扭曲法律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說對外去發布 因為他的前提是說 是以違法通訊監察所得的資料才不能對外發布 哪有這樣的一個法律要件 通保法第27條的規定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公務人員因職務之息或持有 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通訊 之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之資料 而無故洩漏或交付者三年以下與其突刑 他有告訴你說你要合法拿到的監聽資料 還是違法監聽資料 沒有這樣的一個前提 但是他在這裡他就自己加了一個前提說 我要違法取得再洩漏才會被處罰 根本沒有這樣的一個前提 所以特政組這樣的一個講法 其實是沒有法律上的一個基礎 再來要談的是說 有關於昨天王院長他去質疑說 特政組洩密違反政策不公開 那特政組也在深夜召開記者會 他的回應是這樣 他說這個案件經過兩個月的調查 所以發現本案是行政問題 也就不是偵查中的一個資料 自然就沒有違反偵查不公開 也就沒有洩密 乍聽之下好像很有道理 你過去可能對馬總統報道 那你後來說他是個辯平式 今天我說他是刑事案件 我明天說他是行政案件 我家可以容許有這樣的一個 我跟你說你違反偵查不公開 就說我是行政案件 那行政案件就可以公開 所以王世民在特政組的立場 有兩大的違法問題 第一個他沒有容許 目前的法律規定 沒有容許特政組做行政案件 也就是說他不能今天我行案辦一辦 我突然變成說 我變成人事證控單位 然後所以我要來辦行政案件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違法月權的一個問題 法律組織法六三條之一 他的規定是說 特政組執掌的就是重大的一個貪圖案件 可能經濟上或者是重大貪圖案件 所以他本身還是一個檢查機構 檢查機構 他還是在行使的是檢察官的一個權利 那我也知道說刑事證控法的規定 如果你對於這個偵查中的案件 你要嘛做起訴 要嘛做不起訴 你怎麼會突然對於一個 部長自己的上級去做了一個 移送監察院的一個處分 這個在法律上我們找不到授權 也就是說不管法院組織法的規定 或者是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都沒有讓他變成人事證控單位的這個授權 那這個自然就是違法的一個處分 再來我要再回來談 公務員懲戒法 行政如理規範都知道說 公務員如果他今天 比較高層級的主管 他不罰了 那其實是他的長官 對這個下屬去移送檢察院 這是法律的明文規定 他是下屬不罰長官去移送他 那特政組他現在做 他的做法會變成說 他是保護部的下屬單位 但是他去移送了他自己的一個部長 就完全顛倒了一個行政倫理的一個基本規範 再來 其實他 嚴重的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沒有修過法學序論 就是說 通保法其實是特別法 我們任何國家跟監聽有關的事項 這個特別法就是通保法 不管 那所以今天特政組他講說 我先發現他是刑事偵查 後來發現是行政不法 那回到本質上來看 他還是 在監聽的部分 他還是要適用通保法 這是特別法 那你還是應該在通保法裡面去做一個討論 那既然說通保法應該優先適用在監聽這個部分 通保法第十八條的規定是說 以本法監聽所得的資料 不得提供與其他機關機構團體或個人 他這邊講得很清楚 他不管你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你最後變成行政不法也好 你後面最後變成偵查後的起訴 不起訴也好 都不管 通保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很清楚 你依本法監查通訊所得的資料 不得提供其他團體機構 人或個人 就不能提供 這部分就是要你保密 所以特徵組現在跟你說 你跟他說你回來遮罰公開 他跟你說我是行政案件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通保法第十八條告訴你 你不能提供給其他個人或機構 那既然法律特別法這樣子的規定 特徵組就不能視而不見 這就是法律的一個拘束 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從世界民主國家來看 也就是說 外國有沒有類似台灣的特徵組合這樣一個組織 在美國1999年 其實過去獨立檢察官有他的一個歷史背景 水門案然後獨立檢察官到後來白水案發現他這陸政爭 所以美國他有他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背景 他也發現說獨立檢察官最大的一個問題在哪裡 權力會失去制衡 到底誰可以制衡他 當他權力集中的時候 所以在1999年 美國的國會就讓獨立檢察官走路歷史 那在德國呢 德國有沒有像特徵組的組織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過去納粹事件的時候 讓德國人寄取這個慘痛的教訓 他知道說 如果你設立一個特別法庭 你弄了一個至高不上的機構的時候 他會做的可能就是強害人權 他可能就是侵害人民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生活 所以在1949年 德國基本法第101條 他就這樣規定 他說司法體系不能設置非常法院 那在這樣的一個法理概念之下 德國他當然就不會有類似 特徵組的這樣的一個組織 那就連後進國家 南韓在今年的4月也修法通過 讓他們成立32年的中央搜查部 也就跟我們特徵組類似的組織也走入歷史 所以這從國際的經驗來看 一個所謂至高無上 或者是中央集權的一個檢查組織 或人事政風單位 這個就顯然不符合目前 世界各國對於民主人權保障的 這樣的一個基本價值 那特徵組目前來講 他就是至高無上 我們也知道說檢查總長在這裡面 可能設辦了洩密罪 因為他把案件還沒有徵結之前 就跑去跟總統報告 這個也有很多人去提了告訴告發 那但是提了之後 包括目前高檢署的檢查長 他也對媒體做呼籲說 悲檢要辦 但是到目前為止 看不到悲檢有任何的一個動作 那就代表說一個至高無上的一個權力 他本身不受制衡 沒有人敢去動他 那這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在談權力分立 就是避免說有一個權力 他特別的集中 導致於當人權被侵犯的時候 沒有任何救濟的可能 所以才要把各種權力拆開 正常都是三選分立嘛 行政立法施法 那今天特徵組 他假著司法之名 然後把權力很高度的集中在最高檢查署 然後他對外做了任何的行為 沒有任何一個機關敢制衡他 或能夠制衡他 這就不是一個正常民主法治國家 應該有的產物 所以我在這邊最後是主張說 應該符合像美國的經驗 德國的經驗 乃至於南韓的經驗 我們應該讓特徵組正式走用歷史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黃女士 我再說明一下這個所謂 本案跟他案的概念